一场意外发生的惨剧 让一名即将开始享受美好人生的婴儿 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而随后对这起事件进行的调查 震惊了所有的人 直到40多年后 澳洲人对这起惨剧真相的看法 依然是五五开 谁都说服不了谁 这就是九州大的女婴 Azaria Chamberlain死亡事件 在澳洲大陆的中部 是一大片平坦又干旱的荒原 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旷野中心 突兀地矗立着一座火红的山丘 它突出地面348米 由一整块的沙岩形成 这就是世界文明的乌鲁鲁山 也是当地原住民的圣地 关于它的由来传说 也似乎和它血红的颜色一样 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鲜血和暴力 其中的一种说法是 在上古时期 一名天神和企图毁灭世界的魔王 发生了大战 他们争斗时 双方流出的血混合在了一起 其中的一滴掉落到了地面 就形成了乌鲁鲁山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依然能够听见 山的内部传出刀剑碰撞的厮杀声 那是来自神和魔的血液 依然在山的内部战斗的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 是当地原住民的祖先部落之间 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 流出的大量鲜血浸透了地面 大地女神因为悲痛 就让沾染了血液的地面 隆了起来 形成了这座山峰 因为这些充满了血腥味的传说 乌鲁鲁山也一方面 被原住民当作圣地崇拜着 一方面也被人称为受诅咒的山峰 传说如果有游客 胆敢从这里带走一小块石头的话 厄运就会不断地跟随这个人 不过好奇是人类的天性 每年依然会有大量的游客 来一睹乌鲁鲁山的美景 1980年的8月17日 一对姓 Chamberlain的年轻夫妇 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 来到了乌鲁鲁山脚下的露营地 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期 丈夫Michael是一名作家 同时也是基督教 基督复林安息会的一名牧师 母亲Lindy是一名全职妈妈 专职于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 还有刚刚降生九个礼拜的小女儿Azaria 在搭好了帐篷 并且和周围的其他露营游客们 打了一圈招呼之后 Trumbley一家人就发现 除了其他的游客之外 还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为 Dingo的澳洲野狗 也大量地围绕在露营地的周围 这是一种和家犬很像的犬科动物 它们和人类的关系非常微妙 处于半驯化半野生的状态 在有人愿意给它们喂食 并且圈养的情况下 它们很快地就能够表现得 像真的家犬一样忠心 而一旦被放归野外 它们也会很快地野化 能够单独或者集体捕猎小型动物来生存 因为外形真的很像狗 也没有听说过Dingo会主动地攻击人类 所以游客们对于这些安静地徘徊在营地周围 准备检视它们留下的残根剩饭的动物 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 反而还会时不时地 把手上没有吃完的肉骨头扔给它们 1980年8月17日的晚上 营地的中心生起了一堆篝火 游客们围坐在她的旁边 开心地聊着各自的生活经历 还有旅行的见闻 其中就有Chamberlain夫妇 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 而那个仅仅九州大的女婴Azaria 被母亲Lindy安置在了几米外的帐篷里 安心地熟睡着 期间Lindy会每隔一会儿就返回帐篷 查看一下女儿 很快地时间到了晚上的10点多 在又确定了一次女儿都还好之后 Lindy再次返回了帐篷的旁边坐下 一边和刚认识的一名女护士说笑聊天 一边打开了一个豆子罐头 为儿子吃掉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孩子尖利的哭叫声 似乎就是从Chamberlain家的帐篷方向传来的 Lindy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连忙站起来跑向了自己家的帐篷 Lindy事后回忆说 她刚跑到帐篷的旁边 就看见了一只野狗从里面窜出来 然后消失在了黑夜当中 她连忙冲进帐篷里面查看 但是翻遍了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片刻前还在熟睡的女儿Azaria 惊恐和绝望瞬间就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只能够一边高声叫喊着野狗叼走了孩子 一边冲回了营地的中央来寻求众人的帮助 这个恐怖的消息 瞬间让之前还弥漫着欢乐氛围的营地炸了锅 游客们立刻就组织了起来 一边联系警方前来支援 一边在营地的周围焦急地搜寻了起来 可惜的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搜索 Azaria依然像消失在了空气当中一样 完全没有踪影 第二天警方组织的专业搜救队加入进来之后 也依然没有任何的发现 直到时间过了一周之后 在距离营地的四公里外 人们发现了Azaria失踪的时候 穿的婴儿连体衣 衣服的脖颈还有前胸的位置 残留着大量触目惊心的血迹 据此哪怕还没有找到Azaria 警方也认定 她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该怎么给这起悲剧定性了 按照琳迪的说法 这无疑是一场野兽袭击造成的意外惨剧 但是警方却觉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 丁狗这种野狗是惧怕人类的 之前也没有主动袭击人 对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记录 而且在最初对琳迪进行问话的时候 她就表示自己只看见了跑出帐篷野狗的背影 至于她的嘴里有没有叼着婴儿 她是没有看清楚的 所以硬要说这起悲剧是澳洲野狗造成的 警方觉得有些牵强 再者就是Chamberlain夫妇的反应了 这起震惊了整个北领地 乃至全澳洲的惨剧发生之后 他们多次面对警方的询问 还有记者的采访时 都表现得很克制 很冷静 今天的我们知道 不同的人在面对巨大的悲痛和打击时 外在的表现也会不同 有些人虽然内心在流血 但表面上却会显得很冷静 Chamberlain夫妇很显然就是这样的特例 但是对于当年澳洲北领地的警方来说 没有表现出痛哭流涕 悲伤欲绝的Chamberlain夫妇 简直是太可疑了 他们肯定在隐瞒着什么 很快的办案警官们 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互相达成了共识 小女儿Azaria肯定是已经死了 但是杀死她的不是什么野狗 而是她的亲生母亲Lindy 至于她的父亲Michael 至少也应该算是个从犯 不过很快的 北领地的验尸官给出的调查报告 就让警方失望了 在分析了那件沾血的连体衣之后 验尸官给出的结论是 孩子应该是被野狗杀死的 但是不知道是根据什么 验尸官在报告的结尾处又补充说 孩子在被野狗咬死之后 她的遗体应该是被某个人 或者是某几个人带走 然后故意的隐匿了起来 好嘛 这样一份调查报告 自然是两边不讨好的 警方尤其的不满意 于是他们欺而不舍地 展开了对Chamberlain夫妇的调查 首先他们找来了一名叫做 James的英国著名法医学专家 来查看那件沾血的婴儿连体衣 在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 James肯定地说 衣服上的损伤 并不是野狗撕咬造成的 而更像是被人用剪刀 或者是刀子割开之后形成的 而且在这件衣服上 他也并没有检查出野狗的唾液残留物 这就更加能够证明 Azaria并没有被野狗袭击过 不久之后 警方又给他送来了一些 在Chamberlain家的帐篷里 找到的动物毛饭 大概的查看了一下之后 James就肯定地说 这些是猫毛 至此 警方确定 他们已经完全拆穿了Lindy的谎言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确定Lindy是怎样杀害了自己的女儿的 很快的 警方就把目光落在了Chamberlain家的那辆汽车上 在把车几乎拆散 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检查之后 警方的见证人员就在汽车副驾驶的座位上 旁边门把手上的一个类似于血污的痕迹上 座椅下方的地毯 以及前面的储物盒的下方 都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反应 而且这还不是什么普通的血液反应 而是婴儿血红蛋白的反应 这是一种只有在刚出生到六个月大的婴儿的血液里才有的成分 这就进一步的证明 Azaria并不是在帐篷里面被野狗叼走杀死 而是死在了他们家的车里 根据这些证据 警方立刻就逮捕了Lindy和Michael 并且以一级谋杀的罪名对Lindy进行了起诉 这个新闻再一次的震惊了整个澳洲 因为警方表现的凶辱沉重 所以大部分的澳洲民众都倾向于相信Lindy肯定是有罪的 然后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便捷的手段 一些好事者也开始对Chamberlain家进行了人肉搜索 在发现丈夫Michael是复林教会 这样一个基督教里比较小众教派的牧师之后 有些人就自行脑补出了邪教献祭的情节 他们甚至打电话给警察说 小女孩Azaria这个名字 在教会里就是荒野中牺牲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Chamberlain夫妇杀害孩子的动机 而Lindy就是一个女巫 但是事实上Azaria这个名字是上帝帮助的意思 不过在那种情况之下 估计就算有人和他们解释 这些人也不会听进去的吧 于是就在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名义之下 审判开始了 此事已经是1982年底 惨剧发生的两年之后了 Lindy也再次的怀孕 挺着大肚子坐上了被告席 法庭上 检方对着陪审团描绘出了这样一个恐怖又残忍的情景 在1980年8月17日的晚上 Lindy在最后一次借口回帐篷查看女儿的情况时 把Azaria抱了出来 然后坐进了停在旁边的车里 在副驾座上 她残忍的歌喉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又把她塞进了一个行李袋当中 随后Lindy再次返回了篝火旁 几分钟后 她借口说 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跑回了帐篷 假装发现女儿被野狗叼走 开始尖叫呼救 之后 她的丈夫Michael 借着人们混乱的到处寻找的时机 把孩子的遗体带出了营地 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掩埋了 然后她又把孩子的血液扔在了很远的地方 伪装了野狗叼走孩子的假象 但是衣服上的刀痕 还有没能发现野狗唾液的这些事实都证明 Trembley夫妇在撒谎 面对检方给出的这些理由 Lindy的辩护律师也据理力争的表示 警方掌握的全部都是所谓的间接证据 如果他们说Azaria是被双亲杀害的 那么动机是什么 凶器又在哪里呢 按照检方的说法 Lindy要在短短的十分钟内 在距离篝火不到十米远的地方 背着其他的游客们做下这些恐怖的罪行 最后他身上没有沾到一滴血 还神情自若地回到了篝火旁边 继续为儿子吃罐头 这种事情就连最冷血的杀手都很难做到吧 辩方找来的一名见证专家也指出 警方使用的检测血液残留的试剂 也是很不可靠的 除了婴儿血蛋白以外 它还会和很多其他的化学物质发生类似的反应 所以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认定 车子里面发现的是血迹 更别说是Azaria的血了 至于小女孩的衣服上 没有发现野狗的唾液 Lindy给出的解释是 孩子失踪的时候 除了这件连体衣之外 还穿了一件开衫的外套 野狗咬在了那件外套上 所以唾液才没有出现在下方的连体衣上 但是因为从案发到开庭的这两年间 警方完全没有在周边发现这件外套 所以他们一口咬定 Lindy是在撒谎 那件外套从最开始就不存在 总之在经历了好几轮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后 Lindy的命运就交到了陪审团的手中 据其中的一名陪审员在多年之后回忆说 他们当年也觉得警方手上的证据 其实不是特别充足的 在最初的表决当中 一部分人坚持说Lindy有罪 一部分人觉得她无罪 还有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主意 但是因为在开庭之前 媒体基本上都在有倾向性的 把Lindy形容成一个性格古怪又冷酷的毒妇 所有的陪审员基本上都多多少少的 被这些报道给影响了 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勉强达成了共识 判处了Lindy有罪 在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 有几名陪审员因为觉得心里有愧 甚至都不敢正眼去看Lindy 就这样最后法庭认定 Lindy的谋杀罪名成立 她被判处了终身监禁的刑犯 她的丈夫Michael则是作为事后隐藏尸体的从犯 被判处了18个月的缓刑 入狱之后不久 Lindy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然后孩子立刻就被送出了监狱 交到了为了给妻子翻案而忙碌奔波的Michael手上 对于Michael来说 他有信心能够给妻子平反 因为这起案件从始至终 有太多关键的辩访证人 还有证据被警方刻意地排除在了庭审之外了 首先就是案发当天 和他们一起在营地里的游客们 他们作为现场的目击者 几乎全部都站在支持Chamberlain夫妇的这边 当天晚上 一名和Lindy在篝火边聊天的护士 在第一时间就和警方说 他确实和Lindy一起 听见了从帐篷里传出来的婴儿的尖叫声 随后警方就这个问题和他纠缠了好几个小时 想让他承认是自己听错了 但是这名护士坚持说 他自己绝对听见了 之后他的这份证词被排除在了庭审之外 还有就是 当天在营地里 有一名叫做Marie Hubby的游客 他是一名业余猎人 平时的爱好就是追寻动物的踪迹 就在惨案发生的那天晚上 他注意到 两只看起来特别饥饿的野狗 正在营地的周围游荡 当他们靠近的时候 Marie拿出相机拍了照 几十分钟之后 营地里就传来了Lindy说 孩子比野狗雕琢的尖叫 所以Marie觉得 有很大的概率 就是他之前拍照的那两只野狗干的 之后 作为一名业余的动物踪迹爱好者 他在营地周围查看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野狗的足迹 明显的比周围同类的要深 足迹的旁边 还有断断续续的血滴的痕迹 显示这只野狗正叼着什么比较重 正在滴血的东西行动着 在离开了营地一段距离之后 足迹的旁边出现了一小片压痕 似乎是他把嘴里的东西放了下来 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他叼起了那件重物 跑进了一片灌木丛 足迹就消失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 野狗叼在嘴里的 只有可能是失踪的Azaria 而Marie的这个发现在第二天 也被当地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原住民猎人给肯定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证词都被警方有选择性的剔除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庭审当中 不仅如此 不少当地的居民也纷纷表示 澳洲野狗是一种机会型猎势者 他们不是不会攻击人类 而是对于体型明显很大的成年人有所忌惮 在饿极了的时候 他们是会攻击儿童的 只不过在Azaria之前 可能因为一些孩子的失踪没有被算到野狗的头上 也可能是因为运气好 孩子在被野狗扯出一段距离之后 被身边的大人发现 并且及时的阻止了 所以才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传出来 但是这些说法也被警方给屏蔽了 然后再来说说 警方请来的那名所谓的英国见证大神James 他虽然行业经验丰富 但是在从业生涯之中也是有着很大的污点的 早在惨案发生的八年之前 在英国发生的一起恶性谋杀案当中 他就因为错误地判断了死亡事件 导致三名无辜的年轻人 蹲了好几年的冤狱 这样的人做出的那件婴儿的衣服 不是野狗撕烂的 还有帐篷里面残留的是猫猫的结论 真的可信吗 其实早在这起案件 还有相关的证据信息被报道出来之后 澳洲的一名犬科研究专家 就主动的联系了警方 希望替他们鉴定一下这些证据 但是都被警方以鉴定工作 已经完成为理由给拒绝了 直到林迪被判刑之后 这名专家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些证据 他几乎一眼就认出了 衣服上野狗撕扯造成的损伤 并且也确定 警方放在写着猫毛的塑料袋里的 其实是狗毛 随后一名一直坚持相信 林迪是无辜的记者发现 警方在这起案件当中 委托进行证据搜集 还有化验的 是一名入行仅仅三个月的新人 之前完全没有经手大案的经验 他做出的一些鉴定结果 真的可靠吗 比如说那些被警方当成最强的证据 展示在法庭上的 所谓车里发现的婴儿血蛋白的反应 在找了更多的专家 和汽车相关的人士分析之后 他们就发现 警方使用的试剂 真的非常的不可靠 那些所谓的血液残留 只不过是制造商在生产时 在车体内喷涂的一种隔音剂 它可以和试剂产生同样的化学反应 那个门把手上的血点呢 也只不过是汽车制造时 不小心溅过去的涂料而已 1983年 Lindale律师向联邦法院发起了上诉 没有被受理 直到律师闹到了高等法院之后 才争取到了上诉的机会 于是他联邦把之前提到的这些证人证词 还有各种证据都提交了上去 可以说这样就已经对检方 所倚仗的所有关键证据 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但是可能是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 对于Lindale律师根深蒂固的偏见 这次上诉很快的就被驳回了 至此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 可能正如乌鲁鲁山的传说 总是充满了血腥的气息一样 在他的脚下发生的这起惨剧 最后还是靠着一个人的鲜血 才揭示了真相 1986年 一名叫做David Brad的英国游客 选择在夜间盘登乌鲁鲁山的时候 不小心尸足从山顶摔了下去 他的遗体在八天之后才被找到 当时已经残缺不全了 因为他坠落的地点周围满是野狗的巢穴 人们就怀疑他的一部分遗体可能被野狗扯下吃掉了 为了把他的尸骨尽量的找齐 警方再次联合当地的一些志愿者拉开了一条人链 在荒草当中进行搜寻 其中一名叫做John Busy的搜救队员 在走过一片草丛时 看见了一件满是血迹的小小的衣服挂在上面 这样的心立刻就狂跳了起来 因为他是当天在场的人中 唯一一名在六年前也在附近参与过搜寻失踪小女孩Azaria的人 他也一直关注着这起案件 他记得Lindy在法庭上描述了女儿失踪时 穿在最外面的那件开山毛衣的特征 但是警方一直都没有找到那件衣服 就据此认定Lindy是在撒谎 而现在出现在障眼前的这件小衣服 完全的符合Lindy的所有描述 于是他立刻按照标准程序 把这件衣服保存了下来 并且对上级进行了汇报 这件小外套可以被看成是证明Lindy无罪的 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在得到消息的当天 北领地的首席部长就下达了立刻释放Lindy的命令 两年后的1988年9月15日 北领地上诉法院一致推翻了 对于Lindy还有Michael所有的定罪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130万澳元的经济赔偿 但是据说这笔钱还不到他们这些年 打官司花费的三分之一 这起案件也被后来的法律教科书 当成了媒体的不实报道 还有社会偏见对案件的公平审判 产生不利影响的典型例子 不过哪怕是这样 不知道出于什么坚持 在1995年公布的 针对这起案件进行的第三次 验尸观调查报告上 Azaria的死亡依然被认定为 死因还有方氏为之 直到惨案发生30多年之后的2012年 时任北领地的首席验尸观 才在第四次的报告当中 正式认定Azaria的死因 是被野狗袭击并且带走的 它出具了新的死亡证明 并且为这迟来的结果 对Lindy进行了道歉 但是可能是因为受到当年 那些铺天盖地的 不实报道的影响 据说直到今天 依然有超过40%的澳洲人 还是相信Lindy其实是有罪的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